- 全國投球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早上呼籲 針對今天台股大盤收盤 是量有差不多600多億的量 收盤小跌一個6點 畢竟我想 我們在信息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就是說目前這個台股大盤 他再做個回測 回測到一個9600點 做到這樣利手的狀況之下 那各位你就無論如何 還是把握住這個叫做回測的一個買點 回測的一個買點 那至於就是說 因為現階段沒有量 那沒有量的話 當然各位的一個操作的一個守護 還是要去落在一個叫懸股 那針對這個懸股的一個問題 我想就是說 各位你說能夠應用到一套好的一個工具 來協助各位 找標股不求人 然後你做股票 你透過這軟體的一個協助 都能夠去做得上輕輕鬆鬆的一個 聰明的一個投資 讓獲利就變得非常非常之輕鬆 我們就說從延續 從上個禮拜 上禮拜禮拜五 我們在盤中 也幾乎第一時間 就針對一檔 這個波段起漲 波段起漲的一檔個股 我想我們都在 這個事先 在我們這個Light Act 第一時間 就給各位做到直鞋的一個分享 但是針對這一檔 做這個 比特幣的板卡廠 就是6150這個漢訊 那變成說我們在當時 在11月21號當時 上個禮拜禮拜五 就是說針對這一檔波段起漲個股 我想我們就把這一檔線圖 也分享 在我們這個Light Act當中 那當然以這檔標的或什麼 我們就說一樣 透過這個軟體的一個精靠細弦 畢竟就是說 在每一天開盤 開盤9點鐘過後 電腦就會自動針對當天 全部上市三位公司 1500-600檔標的 他去做到 就是說萬中選一的一個精確的選股 尤其說這個個股的部分 檔數都不多 一檔到三檔 一檔到三檔以內 等於說針對這個 屬於不管是短線形態 還是波段形態的這種個股 一樣透過這個工具的協助 來幫助各位 在很快速的一個時間 甚至包括這個精確的一個 來做到各股的一個鎖定跟篩選 那針對這檔標的就是說 以在12月21號 在上個禮拜禮拜五 他買點 產生在這個49.6元 那等於說 以在他前一天的這個紀錄線形 各位你不妨可以看一下 前一天他這個空頭的一個力道 空頭力道 已經逐日做到衰減 逐日做到衰減 即將已經快要碰觸到這個零走 那零走就是說 空翻多的一個轉折點 那等於說 禮拜 就是禮拜四的時候 他的線圖已經買點快要做弧線 買點快要做弧線 那隔一天 就是在上個禮拜禮拜五 當然我們也事先 在第一時間在這個早上10點38分 我讓各位你都可以直接到 就上個禮拜禮拜五 我們在盤中給各位相關的一些分享 你自己去看看 自己去做個好好檢視 那畢竟我想以這檔標的 從他禮拜五 買點訊號在這個49.6元 這個訊號輕輕處處 價位都是輕輕處處 在電腦上面都跟各位做了一趟 直接的一個demo 會秀出來 等於說 他這一天正式由空翻多 買點訊號做個產生 產生在這個49.6元 那49.6元 以漢軍這檔標的 當天 買點訊號一產生 到收盤 到收盤 強所漲停 股價已經來到多少 來到52.5元 然後隔一天 禮拜六這個補上班 就是說禮拜六那一天 他又是做到讓磁性的一個強攻 到盤中一度 差一毛 差一毛就要漲停 股價已經來到這個股市 7.6元 大漲一個9.7% 那我想以漢軍這檔標的 今天一樣 這幾天大盤天天在做回撤 做一個拉回 那問題他走自己的道路 相對就是說 今天的漢軍 他一樣惡話不說 今天是做到亮燈強縮漲停 亮燈強縮漲停 他今天股價已經來到多少 收盤已經來到6字頭 61.1元 從當時 在上個禮拜 禮拜四 我們分享各位禮拜四的線圖 禮拜五買點訊號在49.6元產生 當時4字頭 經過也不過短短三天 沙缸已經股價來到6字頭 61塊1 今天又是亮燈強縮漲停 那變成說短短這三個交易日 沙缸 從買點訊號在49.6元產生的後續 我想各位 你根據訊號來執行 該做的這個動作 你做買進 短短三天 這個價差已經來到23.2%的一個獲利的一個價差 現階段這個漲勢還在做個延續 他的柱狀還在做個擴充 漲勢依然還在做個延續 那畢竟為了說我們在上個禮拜 禮拜六的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跟各位做強調 我想 以漢訊這場個股 三個月的一個大底部 三個月大堆已經成形 那相對於就是說 以他景限的一個位置點 景限的位置點落在這個54塊 54塊8 景限在上個禮拜禮拜六 形成一個叫做帶量的一個突破 帶量突破 那我想這個是 各位你不妨可以去自己算一下 這個景限在這裡 1比1的一個等伍測量 底部漲 就是說從到景限到這個最低點 這一段漲多少 後續就漲多少 這個1比1哥 你自己可以去稍微算一下 就是說後續他這一段的一個空間 會先看到哪邊 我想這個各位你自己去算一下就OK 那畢竟我想以這種形態這種個股 我在進行空方的一個 就是說這個空方這個氣氛相濃厚 畢竟就是說 很多個人在很多我們的分析 同樣在嚇各位 那嚇各位的一個前提之下 問你這個盤 到底有沒有做個大弧度的修正拉回 我想這個盤依然 都還是利手在這個9600點 所以我想在這個階段點 我們也不妨還是要強烈建議各位 我想就是說以今年度 民國107年 在這個禮拜的即將一個段落 那各位你無論如何 積極拿出各位的行動 自己的紅包自己賺 自己紅包自己賺 那我想這個高評 不管我們當時在第一時間 給各位做分享 那這些個股的鎖定就是 每天開盤後 他透過這個工具都協助各位 直接做到它自動篩選 那當然的話 我們依然在這個大概10點多 我們給各位做到相關分享 那當然的話短板三天 也都拉開 快逼近三根的漲停板 禮拜五漲停 禮拜六差一點漲停 今天又是所漲停 我想這個到底能不能賺 那工具到底能不能協助到各位 所以擋檔標股 你都不會去漏死掉 你做股票 你自己來找標股 根本不求人 我想這個漢遜 三天就要三個重點 那另外在上個禮拜 禮拜五我們針對一檔 這個快打短多標的 就是2404這個漢堂的部分 當時我們一樣分享給各位這個股 買點機即將做一個產生 那後續我想到禮拜五 買點機即將做一個產生 買點在這個87.8 那往他在這一段上工 禮拜五漲了 快畢竟漲停漲9%多 禮拜六大概又漲了 盤中漲了快接近超過5%以上 半根停板以上 那後續我想在這兩天 尾盤做一個壓回 那這個壓回我想 以今天的漢堂今天收跌 大概2%多 像2% 那問題今天在盤中 他的賣點去量已經在這個92.4 產生這個賣訊 那產生賣訊 各位你無論如何老話一句 根據訊號來執行各位 你該做的一個動作 你就把這一趟這個價差 4塊6 買點產生做買進 賣點產生我們之前賣的一個動作 輕輕鬆鬆把每一檔這個輪動個股 一趟一趟的一個價差 獲利就把它放到口袋裡面去 這樣子就OK 那相對就是說我們在今天又針對 就是說一樣透過這軟體 驚焦細選的一些相關個股 我想我們在今天這個 大概10點45分46分 也依然都在我們這個liteat 給各位做到相關無私的一個分享 因為畢竟這些個股的全面性 電腦開盤後直接會幫各位做個鎖定 篩選跟個鎖定 那往這檔數一檔到三檔以內 三檔以來 我想這個全面性檔數不多 我想每一檔標的各位 你都可以透過這工具的協助 來幫助各位精確選股 買賣點的一個決定 那針對今天這個 今天這個快打短多標的 就是我們在今天10點45分 給各位在盤中相關的分享 這檔個股 就是642426的統型 這樣個股一樣 在上個禮拜六 這個買點訊號已經即將做個產生 那產生的話 當然各位 你就要做到鎖定 買點Libetro 相對到今天 今天這個買點75.6 75.6 買點訊號做個產生 價位輕輕處處 這個75.6 然後到今天這個收盤 今天收盤統心 來到多少 來到82塊半 今天收 強鎖漲停 今天也是頂停 大盤 各股表現 現階段我們在上個禮拜 跟各位講的很清楚 選股為重 指數空間並不大 所以說你到底 這些相關的 這些好的標的 你能不能來透過一個好的工具 來協助各位 讓各位這個獲利變得很輕鬆 這個各位你一再驗證 這個買點訊號會產生 今天也是上告一 紮紮實實的一根掌天板 另外第二檔 這個快導檔都不要低 就是說 這個308E的聯亞 買點訊號一樣 即將做個產生 在禮拜六 今天買點產生在多少 220塊錢 220塊 到今天收盤 這收到229.5 今天收盤收漲9塊 去9塊 所以今天這個最高點 能不能賺 我講各位 你自己好好去做個思考 剛剛好買點做個弧線 空翻多 買點出現 二話不說 根據訊號 去執行各位 你該做一個動作 以今天聯亞的部分一樣 今天大漲9塊錢 收盤一樣 收到今天這個最高點 不管各位 你買在哪一個點 不關聯亞 不關這個統心 全面性收盤 收到今天這個最高點 這個收漲停 這個收漲9塊 都是收到一個最高點 那另外針對今天產生 這個波段起漲個股 一樣 我們在今天這個10.46 我們就直接針對波段個股 也跟各位做直接分享 包括這檔 2376的這個技嘉的部分 買點訊號 在禮拜六產生在多少 39塊 39塊6 39塊6 還不到40塊 那到今天的這個技嘉 今天亮燈鎖住 就是說盤中 在最後一盤之前 都還是亮燈鎖住漲停 那最後一筆就是 有個大量把它灌下來 差一毛 差一毛漲停 今天來到43.65 是漲停板鎖住 然後到今天收盤 差一毛就要漲停 大漲9.7% 我相信這些相關這些標的 一樣三個月大底成型 一檔七漲 波段七漲個股 一樣 你透過這麼一套工具的協助 擋檔標股 你都不會去漏死掉 是針對技嘉的部分 另外一檔 5347的像先鋒的部分一樣 在禮拜六 買點訊要即將做一個產生 買點就要出來 然後今天 買點訊要一產生 產生在多少 30塊9 然後到今天收盤 是收在31.95 漲了1塊1 大概3.6% 畢竟今天收在幾乎 相對的一個高點 全面性 擋擋標的 現買就是現賺 所以我想在這個階段點 我們不斷每天跟各位做強調 大盤再做一個回測 這個9600點 你要去把握住這個叫回測買點 那回測買點當然的話 選股為重 那選股各位 你當然的話你可以 你輕鬆的事情 就輕鬆做 變成說 你一樣透過一套 這個工具的一個協助 來幫助各位 精確的選股 跟這個買賣的一個決定 我想這個 黨黨這些標的 不管是說 像漢遜 三天兩天三天 肯定有停 筒薪的部分 買點一產生 馬上強拉漲停 年了 去四趴挖 漲9塊錢 季家 供到漲停 這個剛剛好底部做7漲 我們這相關這個個股 能不能獲利 我想這個各位 你心知肚明 那重點是說 這個階段點 我想還是要請各位拿出你積極的行動 自己的紅包 自己的糖 你不要再被一些空方的一些言論 去干擾到各位 你實質上 紮紮實實的這個 的一個企圖心 所以說 所以說 全面性大賺 那到底能不能賺 該不該賺 我想這個 各位你就透過一個 實際上的一個演練 我想各位 我們第一次先 事先給各位做分享 事後到收盤之後 我們再來做追蹤驗證 漢訊三天就要撒基金 這個到底能不能賺 這個各位 你真的還是建議各位 積極的一個行動 過年的紅包 你無論如何 一定要自己賺 畢竟為了說 我們在上個禮拜 禮拜六 就說這個獨自開盤 那一天我們特別針對 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如果說你 針對你現在目前手中套牢 一些持股 你有一些相關疑慮 還是說你的 就是說針對各位你的偏好 你有特別喜歡操作哪一檔個股 我們在當時 上個禮拜六 我們也開放各位 你都可以來做一個持股的查詢 因為畢竟我想 我們透過這長期的時間 我們給各位分享一些 個股的線圖的一個demo 我想各位你都看了清楚 就是說透過這個工具的協助 這個買賣點這個訊號 我想全部上市上位公司 一體試用 每一檔高票它的走勢不一樣 它個股走勢很分歧 買賣點訊號 我想每一檔標的都不一樣 相對於就是說 你無論如何 你就是一趟一趟操作 買點訊號產生你做買 賣出訊號產生你做賣 我想 包括像這個筒心 前面已經漲一趟 買點又出現 賣點產生 現階段買點又產生 展開另外一趟的公司 我想全面性 根據訊號把一趟一趟的這個價差 短多這個價差操作 一趟一趟把貨率放到口袋裡面 局外長這事 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有買有賣才叫增貨率 那畢竟各位 根據這個訊號的提示 讓各位機械式的操作 貨率就會變得非常非常輕重 或者這個一路的驗證 我們在講為這個大盤部分 我稍微講一下就是說 以今天這個量是說到 683億的這個量 那畢竟我想現階段 這個大盤 這個9600點 這個強力支撐到現階段為止 全面性一個利手 全面性利手當然都要在進行 很多空方的這個氣焰相相濃厚 畢竟就是說 以在這個階段點 我們不斷跟各位做強調選股為重 那股票市場 我講他在走一個叫循環 空方循環走完之後 你那麼大的一個利器 你都沒有辦法把這個9600點打破 那變成說後續緊接而來 空頭循環走完 緊接就是換多頭來做的表現 那多頭表現 我們在以往也跟各位做強調沒有量 那沒有量當然的話 這個反彈的一個空間必定還是不大 指數空間不大當然的話 重點還是落在一個叫懸股 尤其是說 今天這個台子期的部分 今天已經都收紅 台子期收紅 這指數指數是個股的 大盤現後的一個先行指標 那另外包括像這個美國的盤後盤 尤其有 上個禮拜我們跟各位講過 相較這個國際股市的實際上狀況 台股是相對抗跌 那在從上個禮拜 一個禮拜也不過跌了1%多 1.3% 跌127點 那重點 美股到窮 從上上個禮拜禮拜五到上個禮拜截止 6天跌掉多少 跌到2100多點 拉回8%多 這麼大的一個利空 9600點跌不破 那各位你就好好去做到 一趟這個逆向的思考 這個勘戰 各位你要不要 這個過年的一個紅包 自己來做一個賺 我想這個各位 你說這個循環走完 後續我們還是強力給各位 我們近期帶給各位的唯一的策略 叫什麼 短多這個價差操作 我想到現階段 依然還不做任何改變 除非這個9600這個強力支撐 做到一趟叫做實質上的跌破 破了收破破 三天之後沒有辦法站回去 那當的話 這叫空頭確立 那問題說 現在根本都還不到這個timing的話 各位 你依然 唯一的一個策略 就是採這個叫 短多的一個價差操作 選股為重 我想好的標的 我們全面性都協助各位準備了 透過這個工具的協助 我想每一檔這些 強勢這些主流標的 我想各位 你有了這個工具的協助 你一檔 每一檔標的 你檔檔 你都可以輕輕鬆鬆 把這些個股獲利 放到各位的口袋裡面去 所以講講近期 我們也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就是說我們在 之前有提供給各位相關 就是說針對個股的一些查詢 如果說各位 你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 我們歡迎各位 你都不吝嗇 你會直接打電話進來 做相關的一個查詢 甚至說你有疑慮的問題的個股 還是說你喜歡操作的個股 到底它的方向在哪邊 你該做多該做空 因為畢竟 雖然我們強調各位操作面 我們還是以多為主 那問題是說 很多個股走勢是走空 那問題走勢不一樣 那各位你就要特別去留意 該做多還是該做空 方向在哪邊 那針對買賣點的一個訊號 跟後續你是要準備 要做買進還是說準備要去做賣出 我想這個每檔標題都不太一樣 那各位當然的話 有這些相關這些問題的 持股問題的投資方法 你都一樣可以直接來電 跟我們的呼人做個查詢 那我老師說 我們就是說 針對我們實務上線圖的一個呈現 再告訴各位 後續的一個策略面的一個重點 該賣該買 該去留意買進 我想這個操作策略的一個重點 我們依然都會不吝嗇 來給各位做到上直接的一個協助 所以說針對這麼一套 這個好的一個工具 我們也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所以說 我想這就是各位不管你喜歡做 做被動元件 訊號清清楚楚 阿拉米阿拉米都 訊號都清清楚楚 這個細心也沒有關係 買點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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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這個全面性 你都可以透過這工具 每種股票都可以 文貌 平蓋的文貌 一買一賣一買一賣 這個價位訊號 買賣點 這個都全面性清清楚楚 我想這個 你有了這個訊號的提示 你還會不會做錯 我想這個答案一樣是再清楚不過 所以我想 你應用到一套好的一個工具 當然的話 就能夠很輕鬆來協助到各位 檔檔標股 你都不會去Lost掉 那相對 這個標股你是該多該空 還是說他的買賣點在哪邊 我想我們全面性都可以透過這工具 輕輕鬆鬆來協助各位 按表操客 該買你做買信 該賣你要執行賣出 有買有賣 把這個獲利一檔一檔 一段一段 把獲利放到口袋裡面去 那正在這個工具 就是我們在今天一樣 實際上有提供給各位 這個年中特惠的一個 買一送一再加一的這個 雙重好禮這個活動 那個活動就是說你加入我們這個 雙股會員的一個運作 我們在盤中待進待出 那甚至我們會直接針對這套手機APP 智慧型的操盤軟體 我們會做到一趟直接的一個互證 那這個相關這個1加1加1 買一送一再加一 這個活動訊息 我想各位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到我們這個Lite App 來做個直接登記的洽訊 好今天你們告告段落 謝謝老師 謝謝